哈囉 歡迎收看讀海明燈系列 大家好 我是小柳林 今天我們要來讀的是L 具備的16強戰 那分成兩天舉行了 所以呢 四盤四盤 今天6月5號先比這四盤 6月8號的時候比這個下半區的四場對局 那有網友說啦 老師 你上次那個預測都是菜雞互佐 我阿嬤預測的跟你預測的也差不多啦 所以各位 16強戰就要給大家看看 我真正的實力啦 來 今天一樣我們要來預測這四盤齊 全部都是中韓對決啦 其他國家的已經全部GG出局了 來 首先我們來看的第一盤是 唐偉欣VS 江東潤 唐偉欣世界排名44名 江東潤世界排名27 今天再加一個東西喔 就是雙方的年紀 唐偉欣27歲 江東潤31歲 兩位棋手呢 都是曾經拿過世界冠軍的金冠人物啦 實力當然是不用說的 知名度也很夠 雙方的歷史戰績呢 是一勝一敗 最久最久已經回溯到2016年了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賠率的部分 賠率的部分呢 是伯仲之間 1.94跟2.06 那唐偉欣呢在上一輪的時候是擊敗了金智希 金太子 那也有人是說啦 唐偉欣只要是外戰的時候表現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呃我個人會比較看好唐偉欣 因為從上一盤棋的感覺啊 這個唐偉欣的怪力喔 好像隔著電腦螢幕 也能傳到對手那邊啦 哇太可怕了 我後來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因為他們已經跟唐偉欣面對面下過了 所以呢 就算唐偉欣沒有攤在那邊 坐在他面前 你隔著他的棋喔 你都能感覺到他的那個臉在盤外你 我真的是覺得是這樣子 太可怕了 有一種傳染疾病的感覺 所以這個唐胖喔 在這一點 可能是有佔據一些優勢存在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局面啦 因為現在時間是11點10分 所以呢 進程都比較慢 我感覺今天應該都會下到三四點啦 因為這個比賽呢 呃越來越激烈 越來越白熱化 那目前這個局面呢 呃 還是看不太出個所以然啦 反正黑棋就把這個右上 左上 底下 該繞的繞一繞 白棋呢 把這個左下變成石控 左邊 右邊 然後這邊有一點薄薄的 但是應該也沒有什麼生命危險 那關鍵現在是在這底下 這個白棋呢 簡單一斷之後 就很厚實啦 不知道白棋會不會選擇簡單的斷 呃 決意說目前白棋的勝率是77 欸真的就斷一下了 只在黑棋要手拔啦 因為斷一個被先手吃可能是 不太行的 呃我自己是覺得白棋這個局面 相對好下一點 但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應該跟勝負處還離很遠啦 因為唐胖的怪力都會從後面才開始 比如說未來這個地方 來這個這個有一個斷 斷完之後一爬 這邊可能會出現一點點的 嘖 一些事情啦 然後呢 這邊如果逼過去的話 雁蘭說 呃 所以 我這盤是想要偷唐胖啦 想要偷技一下 所以 就 呀 可以起唐胖心 好緊接著第二盤是 楊鼎欣 vs 李東勳 楊鼎欣世界排名第6 李東勳世界排名23 兩位的年紀分別是22歲跟21歲 都是相當相當的年輕啊 那楊鼎欣呢 是已經拿過世界冠軍了 在上一排的極速點評當中 老師又給各位欣賞一下這個楊鼎欣可怕的計算力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在實力方面呢 應該是楊鼎欣稍稍佔優 但 我們從歷史戰績可以看到 欸 其實是2比2平手欸 所以呢 這一局算是雙方的一個天王賽之爭喔 賠率方面1.52跟2.9 這個賠率值不值得偷雞呢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有一點點硬 如果賠率是4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偷雞啦 但是很難到4啦 因為李東勳不是菜雞啦 如果李東勳是什麼謝玄準這種的 可能就還蠻有這個賠率的 所以這個賠率我自己是覺得還差不多啦 那雙方的棋封都是屬於比較愛作戰的方面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棋局內容吧 這盤棋 鼎爺同學是白棋 現在目前白棋立到這裡 他現在是把這兩塊黑棋給切開來了 那黑棋呢 這個地方 如果簡單的跳出處理這邊當然是沒問題的 那跳出之後可能會連帶的就是 牽連到旁邊的白棋 也沒活 那這邊這個棋是暫時斷不掉的 但也是蠻彈性的 比如說這邊打一個啊 再敲下去 然後這個跳有一些先手位 有沒有 這個跳可以把人家吃掉 我是覺得處理不會到非常的困難 勝率的部分呢 也是50%左右啦 所以你很難判別現在局面到底是誰好 這盤棋真的有點難 這盤棋真的有點難 那有點難的情況下呢 我跟大家講 就是賠率也沒有優勢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壓誰的時候 當然 當然 就是壓什麼 年紀輕的 和騎強的 這麼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 在經過我的 參考 5秒之後 壓頂爺啦 頂星集團的 台灣人是知道你的厲害的 都給我們喝地溝油嘛 對不對 厲害 第三盤 由丁浩對陣 申明俊 丁浩世界排名11 申明俊世界排名13 兩個人的年紀 分別是21歲跟19歲 所以從年紀 排名來說 兩位棋手 幾乎等同伯仲之間 再加上雙方對戰記錄 1比1平手 幾乎是相同情況下呢 有兩個要件變得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 就是賠率 啊 如果兩個差不多 你就選賠率好的 有機會偷雞嘛 第二個就是什麼 誰值白棋 因為兩人都差不多的情況下 白棋呢 稍稍佔優 但這個優勢呢 因為比賽是LG杯的關係 變得更小了 因為LG杯是韓國比賽 只要貼6目半 如果是7目半的話 我會直接講 壓白的獲勝 兩位呢 現在都是贏冠了 還沒拿過世界冠軍 所以呢 感覺也是必須 在這個年紀呢 再做一波拼搏 來我們先看一下賠率的部分 賠率的部分呢 丁告同學啦 2.37杯 稍稍佔優 呃 畢竟啦 野狐是中國人的 所以 比較多人支持丁浩 還可以接受 這個賠率也沒有到太過誇張 這一盤棋 平心而論 也是很難 以我自己個人而言呢 我會比較想要支持丁浩 因為丁浩呢 是 比較晚竄出來的 聲明俊他的名氣已經 這個有點久了你知道嗎 好幾年前我就聽過聲明俊 但是呢 一直都沒有打上世界冠軍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 輪不到他了你知道嗎 那丁浩就最近一直在狂飆模式 所以 客觀來說 我會支持丁浩 而且再加上丁浩現在這盤棋是直白棋 再小加分一下 好 但是我還是要看一下棋局進程 這盤棋感覺是下得最快最快的 這個是什麼東東啊 我有點看不太懂耶 這右上角是 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有點看不太懂 這左下角是什麼東西 怎麼全部看不懂啊 這點進去是怎樣啊 是死的還活的啊 這樣是死的對不對 啊 這個擋住是什麼 擋住是什麼東西啊 天啊 這太難了吧 這是死的嗎 搬一個是什麼 搬又被斷啊 應該是死的 吧 看一下 啊 那右上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啊 等一下 這白棋跳一個不是死的嗎 黑棋 黑棋是死的嗎 搬一個 不會像死棋吧 隨便靠一靠就已經活了啊 這到底是什麼鬼啊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勝率47% 現在彎一個 黑棋打吃 這黑棋打吃底下地很多耶 不是啊 他上方都不用下啊 我真的有一點看不太懂這盤到底在幹嘛耶 這個要仔細再判斷一下 我也是都還沒有看起來 我好像有點看懂了啦 這個點的話 他是可以搬是不是 然後如果你打吃這個接是先手 對不對 喔 了解了解 那如果走這裡的話 我這個檔是先手 你要吃然後這樣活 喔 so desu ne 看懂了啦 右下是活棋啦 可是 啊這邊呢 這個應該不可能是死棋吧 啊 這個是死的是不是 尖 點一個 點 蛤 所以這塊其實是死的是不是 我再做一個double check的動作一下 恩 對啦好像是死的 喔 因為我跟大家一樣 我也是前面都沒看棋 我就想說大家 同時間一起來看一下棋 告訴各位我怎麼分析啦 所以這塊已經死了 喔 所以在死掉的情況下 這塊死的 這塊活的 然後黑棋要尾這一塊 這好難喔 我自己 會支持 白棋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比較喜歡先把空撈到的 雖然這個打詞很大 但是 很難說啊 這這這破地 對這種高手來說 對不對 我覺得 會支持一下 丁告同學 來 壓一下 來 好最後一盤是由我們的李泰賢 VS連校 好連校世界排名第10 李泰賢世界排名73 兩位棋手的年紀分別是30歲以及26歲 這一盤其實應該是今天四盤裡面當中我感覺實力差距最大的 李泰賢在上一輪驚險的贏了一個日本棋手伴木啊 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客觀來說 這個跟日本棋手搞到伴木輸贏的應該不是特別的厲害了 但當然啦 每下一盤就是重新開始了 所以呢也是僅供參考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賠率方面好了 喔這個賠率感覺有點甜喔 喔 黑棋4.79倍 你會覺得 真的很想偷一把 很想偷一把 好 看一下 目前棋局的進程 喔黑棋勝率只有37% 所以大家看到 啊我們的笑笑 喔厲害 而且呢 勝率又高 所以 都壓他是蠻正常的 這個賠率 已經體現在棋局 那上次老師講到 連校的棋就是 喜歡把別人 睡成一小塊一小塊 作戰 對手沒有國的話 他的戰鬥能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進程 呃 目前白棋點在這 這也是很妖勞的一手 果然就是連校下了 點在這裡 他應該是希望對手走這裡有個靠下 那如果你在這邊防禦的話 這也有個穿下去 應該算是一個 蠻厲害的問應手 應該是黑棋刺了一下 對 他叫你乖乖的補一手 那白棋就是反問應手的感覺 那目前的棋局確實是 都是小塊小塊的 然後兩個人都沒什麼地 然後 這一塊沒活乾淨 那這邊雖然算是一個外事 但是 也要特別小心啊 比如說這個真子如果 呃 不利的話 有可能是會被斷掉的 再加上這個藏丸 呃 有可能啊 有可能會被點一點之後整塊沒活 這個在連校的棋局當中 也是不 無可能的 所以天時地利人和感覺 都是在我們的連校這裡 看一下決議的變化圖 決議的變化圖就叫你乖乖的 尖一手 恩 嘖 偷雞嘛 感覺 很難 我覺得感覺很難偷雞啦 所以 我們 還是 呃 差點按錯 壓連校 好 以上就是老師 今天四盤的 預測啦 今天晚上就可以揭曉了 我覺得 4過3的機率蠻大的 好 那我們就晚上揭曉吧 拜拜